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生们专于一念而驱除其他所有的杂念 强迫学生学习这些把戏实在是最愚蠢最丑陋不过了 因为它会使你的心永远陷入冲突中 一方面它要你顾求于所专心的念头上 另一方面你的心偏偏喜欢跑到其他念头上 这充分展现出你实际上对其他的事更有兴趣 念头跑来跑去并不是问题 让自己觉察每个念头的动向才是关键所在 冥想需要一颗极其敏锐的心 冥想乃是对生命的全盘了物 在其中所有支离破碎的认知都停止了 冥想不是控制思想 因为思想一旦受制 就会引发内心的冲突 如果你已经了解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思想的生成及其结构 念头就不会再从中干扰 这种了解的本身就是修炼 也就是冥想 冥想就是觉察每个念头和每个感受 绝不加以是非判断 而只是观察 随着它律动 从这份觉察中你会认清思想及感受的所有活动 寂静就会在这份觉察中出现 用意念造成的静止是停滞的 是死的 反之如果思想者能了解自己念头的生起和本质 并了解为何所有的思想都是陈旧的局限 从这个中间产生的寂静才是真正的冥想 因为冥想者已经不在了 心也已经空了 思想是外显世界的一部分 持续性的心智活动 把你困在形象界的牢笼里 同时架设了一道不透光的屏幕 阻挡着你对真我的意识 阻挡了你对内在 对众生万物里那个超越形式 无时间的神的本质意识 你可以把注意力的焦点引导到当下 来创造一个心滞留的间隙 你只要深刻地意识到当下这一刻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有深度满足感的休息 你借着这种方式把意识由头脑的活动上引开 而创造了一个无心的间隙 你在这个间隙里 处于高度的激紧和觉知之中 却没有思考 这就是冥想的精髓 另外一个通往真我的入口 是透过思考的止息所创造出来的 你可以从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开始 比如做一次有意识的呼吸 或者处于高度的警觉状态下 注视一朵花 让你在动作的同时不做心理评论 冥想的作用就在这里 冥想做起来再简单不过 但效果立竿见影 繁忙时分抽出一两分钟冥想就行 冥想是我所知的最有效果的事情之一 其的是此事做起来却实在简单不过 你可以随时随地开始冥想 且效果立竿见影 想想看还有多少习惯能让我们如此形容呢 很多人以为冥想要在产修中心 由专门的老师指导才能进行 其实不然冥想很简单 坐在汽车 火车 咖啡店 办公室里 你都可以冥想 走路冲凉时你也可以冥想 你要做的只有三个字 观呼吸 繁忙时分抽出一两分钟冥想就行 当你发现冥想是如此简单之后 你实在没有理由不去冥想 为什么要冥想 为什么每天要花上片刻进行冥想 冥想有减压效果令人身心放松 冥想修行者可将这种心神宁静 带入日常生活各方面 冥想帮助你体会生活 改掉恶习 简单生活 不急不躁 做事聚情会神 研究证明冥想有精神益处 比如提高注意力 幸福感 记忆力 自制力 及学习成绩等 还有些研究表明 冥想可能有其他健康效果 包括改善心沉代谢 心率 呼吸 血压等 实际上冥想有非常棒的效果 只是有些难以言传 比如说冥想后 你开始更加了解自己 对自我的认识会空前提高 最简而言之 做定冥想几分钟 便可将你带入宁静放松的精神绿洲 在当今社会这是多么难得的状态 由这一条便够了 如何日日冥想 冥想的方式不计可数 但我们要做的是找到最完美的方式 要知道我们是要养成日日冥想的习惯 方式很重要 越简单越好 一 每天坚持冥想两分钟 简单的习惯才能坚持 没问题的话 你也不妨冥想五分钟 但无论如何 每天要保证两分钟的冥想 二 选好练习时间和诱因 冥想时间不一定是某一确定时间 而是一个笼统的时间概念 比如早起或午餐时 诱因是指一些你会定期做的事情 比如喝第一杯咖啡 刷牙 午饭或下班回家 三 找僻静之处进行冥想 有时清晨是冥想的最佳时刻 此时家人还在酣睡 没有那么多噪音 有时也可选择公园一余 海边或其他宁静场所 只要你能一个人清静地待上几分钟 在哪里冥想并不重要 在公园长凳上冥想时 有几个过往行人并不成问题 四 冥想要舒舒服服坐着 别太在意坐姿 穿戴 坐在哪里等细节 我个人喜欢屁股下垫个枕头 坐在地板上 你若觉得盘腿坐舒服 那就盘腿坐 觉得地板上不舒服 那就坐椅子或沙发上 产修者通常坐在蒲团上冥想 这是一个圆形垫子 内充木丝棉或荞麦皮 你若没有这种坐垫 没必要非去买一个 用任何靠垫或枕头就行 有些人甚至什么都不用垫 席地而坐就很舒服 五 起初冥想莫超两分钟 这一点非常重要 多数人会以为自己可以冥想15到30分钟 没错 他们的确可以 但是我们这不是要测试大家的冥想力 而是要养成可以坚持下去的好习惯 为此 我们一开始应该只坐两分钟冥想 你会发现这样开始你的冥想之旅要容易得多 小步尝试更容易把这个习惯坚持下去 如果你能把这个两分钟冥想连续坚持7天 接下来就可将冥想时间延长到5到7分钟 如果这样能连续坚持14天就可延长到10分钟 如此若能连续坚持21天就可延长到15分钟 如此若能坚持一整月就可延长到20分钟 六 冥想过程只关注呼吸 吸气时注意力跟随你的气息依次进入鼻孔 喉咙 肺部和腹部 坐姿端正 双眼放松 看前方地面 若想闭目冥想也没问题 呼气时注意力跟随你的气息重回外面的世界 如果鼻息管用 你也可以鼻息 吸气1 呼气2 吸气3 呼气4 一直数到10 再重新开始 如果忘记数到哪里了 没关系 重头再来 如果发现注意力不集中 那就去关注你所想的问题 然后慢慢又回到观呼吸上来 在几分钟的冥想中不断重复上述过程 你一开始很可能的不太习惯 但熟能生巧 多锻炼就会有改善 就是这些很简单的练习 但你应该每天练习两分钟 每天选择在同一诱发事件之后练习 坚持一个月 你便会养成日日冥想的好习惯 随时冥想 坐下来观呼吸 真的是很好的冥想练习 是锻炼注意力的好方法 在安静场所练习一段时间的冥想以后 就可以将这种习惯 带到其他生活场景 1 感觉有压力时 花一分钟观呼吸 之后再回到当下 2 试着出去散散步 不去考虑那些待办事项 而是一心只观呼吸 观身体反应 观周围事物 3 吃饭时一心一意吃饭 只关注食物 吃东西的感觉和身体反应 4 试着做一次茶道修行 七茶时只关注自己的动作 品茶时只关注茶叶 茶道进尾声时只关注呼吸 5 洗碗时 拖地时 试着冥想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